我拼死生下女儿,却被闺蜜掉包 闺蜜的儿子在我家享受万千宠爱 而我的女儿却被他拳打脚踢 最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与高考前夕跳楼自杀 而我直到死亡前才知道当年的真相 看着那对女子在我的病床前露出的丑恶嘴脸 我挣扎着想去复仇 却被闺蜜拔掉氧气活活气死 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 可在睁眼我重生回到了女儿出生的前一晚 我躺在病床上神色恍惚 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真的重生了 我忍着剧痛从病房离开 现在是2000年 医院的看护远不像2023年后那么严谨 孩子出生后会先记下编号 捧一送去婴儿房 上一世在产后 我因天生体弱短暂的昏迷了一段时间 而苏雪正是借此机会神之鬼不觉的换走了我的孩子 后来将我和我女儿害得那么惨重 这是必然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在这一世在执念的支撑下 我苏醒的时间远比上一世要早 我赶到时 本该守在婴儿房门口的护士不见踪影 因为早在生产前 苏雪就提前贿赂了护士 让她离开一段时间 这倒是方便了我 我走进婴儿房 将两个婴儿的位置互换 接着悄无声息地离开 说来也巧 在我回到病房后不久 刚生产丸的苏雪也赶了过来 再度看到那张熟悉的脸 我眼底有恨意一闪而过 却又很快强行压下 你不是刚生产丸吗 不好好躺着休息 来找我做什么 我身体素质好 不外事 就算立刻下地也没什么 倒是你从小就娇气 应该多躺几天好好休养才是 我静静地听着 一声不吭 一番漫长的寒暄后 苏雪终于暴露了真实目的 我听隔壁病房的人讲 这个医院的护士态度不好 经常私下虐待小孩 我怕小孩出事又不好 直接在医院说 这样吧 你告诉我你的小孩在几号床位 我去帮你照顾好不好 我表面不动声色 实则藏在被子下的手紧握成拳 眼中满是恨意 因为上一世 苏雪就是用这套说辞 偷走了我女儿的人生 但这次苏雪的计划 注定不能成功 于是在苏雪提出说 要跟我照顾孩子时 我同上一世一样 不设防地答应下来 见我答应 苏雪喜出望外 在知道我女儿床位好后 苏雪不再多留 火急火燎地离开 而我紧随其后起身 默不作声地跟在了苏雪身后 现在是凌晨三点 职业班的护士有 但不多 苏雪只走护士 鬼鬼祟祟地将两个孩子 所在的位置调包 心情甚好地哼着歌 转身离去 而我直到苏雪走远 才从墙后现身 悄无声息地走进婴儿房 确保苏雪把婴儿调换 与上一世不同 这一世我只在医院待了七天 便匆匆收拾行李 准备带女儿回家 毕竟苏雪现在也在医院 与我而言 苏雪的存在 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我不得不防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打电话叫来司机 准备直接回家 就在快出医院时 被苏雪拦下 月月 你这么快就回家啊 不再多待几天吗 苏雪语气有些急切 见状我眼底流露出淡淡的机房 就是慌了 但这倒也不奇怪 因为上一世这个时候 我对苏雪还有几分闺蜜情 自苏雪住进我家起 她的所有开销 就全由我一手包来 就连这次住医院用的 也是我卡里的钱 私人医院的VIP病房 但是住一天就要一万块 我笑看了苏雪 从容不迫地回到 医院又脏又闷 人还多 一点都不舒服 所以我早就请了月嫂 就算回家也能继续休养 不碍事的 月月 那我能不能 在苏雪开口前 我就已经猜到 她要说什么了 无非就是没钱没房 想跟着我回去蹭营养品 我先一步故作懊恼道 真是的 你瞧我这记性 怎么把小雪你给忘了 文言苏雪眼睛一亮 于是乖乖闭了嘴 等着我给她抬阶下 可我却并未如她所愿 而是转身 看着身后的司机 张师傅 麻烦通知李阿姨 收拾一下小雪的行李 小雪马上就要搬走了 总不能再麻烦她 月月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搬走了 之前不是你自己说 觉得留在我家太麻烦 我等生完孩子就要搬走吗 难不成小雪你在撒谎吗 在我探究的视线注视下 苏雪的耳尖渐渐哄了 对付恶人 就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用苏雪的话 堵住苏雪的嘴 见苏雪 哑口无言 我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那就这么说定了 等李阿姨收拾完行李 我就让张师傅给你打电话 不等苏雪反应过来 我便抱着女儿脚步 匆匆的走了 这一时 我一定要将女儿 上一时没想过的福 没感受过的快乐 全都双倍补偿给她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糯米团子便悄然长大 成了可爱漂亮的五岁小姑娘 小柔和她的父亲很像 是本性善良的人 我逐渐从前世的阴影 以及丧夫走了出来 这样温馨的日子过得太久 就在我快忘了 上一时还有苏雪的存在的时候 苏雪再度出现了 那天下午 我同往常班 准备去幼儿园接小柔回家 小柔却冷不丁的抬起头看着我 妈咪 我见到苏阿姨了 我顿时将在原地 紧张不安的问她 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因为上一时惨痛 遭遇这一事 我对小柔有些保护过度 私下里 我找了十个经验丰富的保镖 贴身护着 妈咪 你别怕 苏阿姨没对我做什么 她只是给了我一把糖 她还有对你说什么吗 有 苏阿姨说 妈咪你管我太严了 压抑小孩本性 如果我喜欢 她可以带我去玩 带我吃炸鸡 带我喝可乐 不过我都拒绝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妈咪不让我吃炸鸡和可乐 是为了我好 妈咪最爱我 我也最爱妈咪 听着女儿奶声奶气的回答 我的眼眶再度开始发酸 上一世 我对棒梗掏心掏肺的好了十八年 可棒梗只是因为一腿炸鸡 一杯可乐 就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苏雪 甚至在最后亲手将我干 确认小柔没事后 我松了口气 但苏雪的存在就像是定时炸弹 于是将小柔转去了安保更好的贵族学校 连着一个月没能见到小柔 苏雪终于坐不住了 续接上级 某日午后 苏雪主动带着棒梗找到我 在见识 我几乎要认不出棒梗是谁 苏雪对棒梗完全放痒 相当不上心 她衣衫蓝绿 身上带着亲子的伤痕 神色木讷的站在苏雪身后 不敢看我一眼 可我内心却没有丝毫不满 我怜悯别人 又有谁能来怜悯我的小柔呢 上一世小柔死前 可遭受过比这更可怕的毒打 还有霸凌 如今落在棒梗身上的一切 不过是因果循环的报应罢了 收回思绪 我看向苏雪 明确地告诉她 今天小柔不在 并且因为要参加夏令营的缘故 未来一个月都不会回来 见我这么说 苏雪脸色瞬间变了 小柔一个小孩子 你给她布置那么多作业干什么 月月 你这是在压抑孩子的天性 压抑天性 什么是压抑天性 让孩子通过学习 懂得礼仪廉耻 懂得以己夺人 走得更高 看得更远 这也叫压抑天性吗 我懒得同苏雪这种蠢货 多费口舌 于是直接下了逐客令 谁知苏雪耍赖 死活赖着不肯走 非要等小柔回来 无赖最是难产 我懒得管 便干脆将苏雪扔在了客厅 不管不顾 中途家里的李阿姨见她可怜 偷偷给他们煮了一碗面 上一世的棒梗看都不屑看一眼 可这一世在吃完面后 偷偷找到我 对着我献胃道 林姨 你家的面真好吃 我好喜欢 你妈妈在家不给你做面吃吗 我妈从不做饭 只会给我吃不健康的垃圾食品 要是你是我妈妈就好了 上一世 我对她掏心掏肺的好了18年 她却因苏雪的一点好亲手 将我从高楼推下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 世上有人是天生坏种 现在却又来向我讨好卖官 可惜我现在不是什么圣人 说回思绪 我缓缓低下头 这一世也该让苏雪与棒梗 尝一尝我上辈子的苦 离开别墅时 棒梗显得很开心 因为在她离开前 我特意允许过她 只要苏雪愿意 我随时可以收她做养子 棒梗以为自己马上就能进入 我家做吃喝不愁的大少爷 于是兴高采烈的随着苏雪离开 结果反被苏雪毒打一顿 和上一世一样 苏雪生怕我和棒梗走得太近 意识到棒梗才是我亲生骨肉的事实 把棒梗看得愈发紧了 但凡棒梗有一心 都会招来这场变态的毒打 可人都是有逆反心的 在棒梗18岁那年 棒梗第一次反抗苏雪 然后带着医生伤一路逃到了我家 我如往常般贴心地为棒梗处理伤口 只是处理到一半时 我故意叹了口气 你真是苏雪亲生的吗 她怎么下手这么狠 回应我的是棒梗嘎嘎吱作响的声音 梁九棒梗才近乎祈求地问我 林姨 求你收留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再回那家了 如果回去的话 我一定会被那个疯女人打死的 我没有回答棒梗 只是一边安抚一边接近 漠然地审视着棒梗 上一世我的小柔被松雪棒梗二人联手逼死后 我曾去看过我女儿的尸体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凄惨的尸体 少女的躯体上到处都是疤痕 胖伤 掐伤 刀伤 以及有皮鞭和其他不知名物体留下的大块瘀青 一想到那一幕 我恨得恨不得立刻送松雪和棒梗下地狱 但只把人有什么意思呢 比起大人还是朱欣更有意思 于是我强行忍下怒意 在我百般安抚和温生安抚中 棒梗感动得一塌糊涂 事后我破天荒地将棒梗留在了别墅 留在了林建后花园的客房 棒梗神色还有些惊喜 以为我终于接纳了他 可棒梗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罢了 上一世苏雪能过得那么体面 全是因为我 她将棒梗留在我身边 怂恿棒梗向我要钱 这对母子俩一鸣一案 一唱一鹤 从我口袋中搜刮了不知多少银子 但重来一时 苏雪显然没那么好运了 在小柔18岁时 苏雪就来找过小柔一次 见小柔不接受糖衣炮弹的贿赂 苏雪直接摊牌 挑明事实 说她和小柔才是真正的母女 而我不过是替她养孩子的保姆 可惜小柔远没有棒梗 那么没良心 得知这个消息后 小柔并没有第一时间投诚苏雪 而是找上我 主动坦白了一切 还说养恩大义深恩 或她真不是我的孩子 她会主动离开 但依旧会报答我的养育之恩 我以女儿的话感动的同时 又不免在心中发出一声冷笑 替她照顾女儿的保姆 我竟然不知道苏雪是这么想我的 亦不知道 世上竟有人能如此厚颜无耻 竟能将揪战雀巢四字 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事后我并未多说什么 因怕小柔信了苏雪的鬼话 我第一时间带小柔去做了亲子鉴定 并语重心长地告诉她苏雪就是疯准 让她千万别多和苏雪接触 在我的精心教导下 小柔虽然善良 却不是那种没有能讲的善良 见苏雪挑拨我和她之间的母子关系 她也讨厌上苏雪 不再理睬苏雪 但苏雪是脑子一根筋的 明明小柔都这么抗拒她了 她还是在每月去后花园找小柔 小柔 你听我说 我才是你真正的生母 十八年前 妈妈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 才忍痛把你和林月的孩子交换 可林月对你再好 也不过是个照顾你一时起居的保姆 只有我才是十月怀胎 辛苦把你生下来的妈妈呀 苏雪的三观乍立 逻辑歪到极点 在我的教育下 长得根正苗红的小柔 完全不受影响 只冷冷道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就请尽快离开 能为叔叔还要休息 下完竹克令后 小柔面不改色的转身离开 只留下苏雪站在原地 可小柔面不改色 甚至没有回头看苏雪一眼 但棒梗就不同了 站在高楼的 我看到躲在墙后偷听的棒梗的微表情 错愕 震惊 兴奋 以及一缕紧针对苏雪的 浓到遮不住的恨意 我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 看来 我期待已久的好戏 马上就要上演了 因为我知道 接下来的事情 会不出我所料 四日棒梗不告而别 据她留给李阿姨的书信说 她要去做一件事 等做完了 就会回来见我 我并不着急 因为我知道 我很快就能再见到棒梗 不出我所料 当天夜里 苏雪与棒梗的名字 在各大平台刷屏 以社会新闻的形式 苏雪年轻时是乖乖女 所以特别向往那些 混进社会的男人 哪怕被混混抛弃过数次 还生下来一个孩子 这个毛病也没改 苏雪最新找的拼头 原本是要在后天回京市的 但我从中动了小小的手脚 让苏雪拼头提前一天回了京市 于是乎 在棒梗提着刀上门 想找苏雪报复时 却被苏雪和和她的拼头反杀 并板凳砸碎几骨 目前躺在医院生死不知 而我坐在家中 一边和女儿共享温馨的亲子时光 一边饶有兴致的阅览新闻热点 亲母亲与坚夫在家打麻将 被18岁儿子亲眼撞破 为防止爱情败露 母亲联手坚夫 将儿子打致伤残 还有底下不少网民都怒骂 苏雪不配为人物 不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苏雪真的不知道棒梗是她的孩子呢 正因为不是自己的亲骨肉 她才会有恃无恐 肆意虐待 可若是她知道了 想象着那样的画面 在在无法言表 我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 事后我联系了朋友 并靠关系给苏雪与棒梗 分别送了一份亲子鉴定书 据朋友说 收到亲子鉴定书后 苏雪歇斯底里了好一阵子 她不愿接受现实 嘶吼着说不可能 甚至在走火入魔的情况下 主动坦白了 自己曾经调包了婴儿的事实 听着简单 可细算起来 是可以按人口拐卖最判刑的案件 警方自然不敢耽搁 于是匆匆联系司法机构 再度为苏雪与棒梗做了一次 DNA鉴定 但结果并无任何变化 他们的确是母子 生理也好 名义也好 都是实打实的母子 那日收到鉴定结果后 苏雪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哭大闹 不愿接受现实 开始又哭又笑 口水直流 然而苏雪受到刺激太大 得了失心风 但每天下午五点到八点 她都会清醒一段时间 但是在短暂的痛苦懊悔过后 又会再度陷入失心风模式 听了好友的话 我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意 真好 这样活着 永远保持清醒 永远保持痛苦 可比单纯的死亡要好多了 我要苏雪长命百岁 这样她才能一直痛苦的活着 为我上一世惨死的女儿赎罪 苏雪日棒梗那件事 因为上了社会新闻 而被传得人尽皆知 但身为当事人之一的 我却没有参与其中 因为小荣马上要高考 我这个当妈的忙着做后勤 直到一个月后高考结束 我才拎着果蓝去到了监狱 苏雪坐在监狱角落 神色呆滞 这会儿苏雪仍是失心风的状态 谁来了也认不出来 无奈我转身去找了棒梗 她被生母联手砸断了脊椎 彻底失去了像正常人一样 活着的权力 我借着探望的借口 走进病房时 猝不及防听到一声惨叫 好疼 清点 别打了 我眸光一闪 顺势朝内看去 就见棒梗像个废人一样 躺在床上 直到看见我 苍老的护工才收回手 接着做贼心虚般匆匆离开 看到我后棒梗眼睛猛然一亮 心洗得到 林姨是你 你来救我了吗 棒梗 原来你也有这么一天了 动场不得被人殴打 重来一时 我其实没有故意想针对棒梗 棒梗却在阴差阳错之下 变成了我上辈子死前的模样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吧 林姨 你怎么了 难道你不疼我了 棒梗 你最在意的母亲就在监狱 我怎么能阻止你们母子相见呢 你就安心待着吧 我不会让你死的 就连护工的钱 我也会好好帮你垫付的 文员棒梗目露茫然 拼命嘶吼着叫我林姨 求我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 而我置若罔闻 直到快走出病房大门 我才突然顿住了脚步 妈 请你救我 这个护工都不是人 他虐待我 不给我饭吃 还拿针扎我的肉 棒梗哭泣着 声音颤抖 我不知道棒梗是何时重生的 但因棒梗所言 他应该是被困在上一世 棒梗的身体里共享无感 却没有身体控制权 妈 求你救我 这个医院真的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想回家了 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早干嘛去了 妈 我是你亲手养大的孩子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也知道 你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 但你上辈子杀我的时候 可没有手软过半分 话落棒梗动作一僵 他似是没想到 我还记得上辈子的事 变得有些苍白 而我已经没了继续 和棒梗纠缠的心思 笑着道 上一世你不是嫌我管你管得太严 只想要苏雪做你妈妈吗 好 我满足你 苏雪在对面的监狱 你在监狱对面的医院 你们母子二人 可以一直相亲相爱 至死都不会分离 妈 你不能你不能这么对我 而我置若罔闻 再找到医院值班人员 告诉他病人情绪不稳定 需要打镇定计 我离开了医院 前脚刚出大门 后脚女儿便扑了过来 笑音音的同我说 妈 你听说了吗 我是今年的高考状元啊 我先是一正 接着喜极而泣 宝贝 今晚你想吃什么随便选 妈妈给你做好不好 那我要吃小酥肉 他的女儿灿烂的笑脸 我心间意暖 牵着女儿的手 向更美好的未来进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